好 来看到是富邦海拨有线电视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申请跨区花莲经营 才被NCC否决 结果集团旗下的台湾大哥大台湖媒体 就在花莲变相上市 那跨区是提供了影音宽屏上网服务 NCC表示将会介入搜证是否有违法的行为 来听NCC最新说明 好的 主播观众 富邦集团旗下的台湾大哥大台湖媒体 在没有取得有线电视的取可之下 却进入花莲提供网路影音服务 那么NCC目前已经裂案调查 目前进度如何 我们来听一听NCC的最新说法 因为我们还没有判定是 他是到底是有线电视或者MOD 那台湖来提供这个服务 那他假使是那个 假使是有线电视的话 他就是违反那个油管法第五条 你未经许可来经营有线电视 我想这部分没有压力 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压力 假使依法他假使是判定 假使委员会已经判定 他是有线电视 他就在依法要来申请 你没有申请 那你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能有违反油管法第五条 那我们就会油管法第五十七条来论处 没有 那么NCC现在也表示 上周是有请富邦来陈述意见 目前是还在等待富邦 补齐营运资料 网路架构等相关的资料 那么同时NCC也在强调 正在了解观看受众跟内容 要是违反了这个有线广播电视法 未经许可算是经营有线广播电视服务的话 最高将会开罚一千万元 那么以上最近消息 时间镜头将会给彭内出播 好 这一次呢 这富邦集团 台湾大哥大旗下的台湾大宽屏 在花莲市跨区来提供影音 还有宽屏的上网服务 那号称说还可以提供八十个频道 引起NCC关注 那今天NCC主委陈耀 想要到立渊接受备询 他强调已经针对了富邦 列案审查 一切都得依照这执照来进行管制 如果查出违法的话 将会依法开罚 那如果啦 这个OTTV的盒子啦 他必须要 一定要接照 比如说台固网的 宽屏才可以使用 那这个就违法了 另一位质讯台上说重话 因为富邦旗下台湾大哥大 台固媒体 没有取得有线电视许客 却进驻花莲提供网路影音服务 富邦台湾固网 他用OTTV变相来经营有线电视 包围那个东西的性质是什么 目前我们夜管道还在查 NCC强调已经立案审查 因为今年三月才刚否决富邦 凯博有线电视 申请跨区花莲经营 但富邦并未放弃 集团旗下台湾大哥大台固媒体 还是积极跨区花莲 经营影音宽屏上网服务 不过究竟是采用哪一种网路架构 是否是由有线电视头端传送讯号 都还有待理清 两家电视疑似游走法律边缘 NCC重化表示 任何利用网路提供有线电视服务 都必须取得有线电视许客 擅自经营最高可处一千万元以下罚还 并勒令停止经营 就怕传业竞争失去平衡 NCC强调将会尽速查明 接时台湾大昆平若无法交代清楚 恐怕就得面临重罚 而新北市有线电视风暴在起 泛富邦有线集团是发动了全面封杀 不仅要求全国是为下架二十三个主流频道 禁止全国把二十三个频道列入一百一十年度 废审查资料 并且也禁止了全国扩大新行政区开播 而全国是为状告公平会进行反击 只称说这泛富邦是影响到有线电视频道 授权市场供需的市场功能违反公平交易法 疫情期间防疫大作战是国人最熟悉的 卫教短片 但在广告投放的关键时刻 最后有线电视集团出手 发动封杀战争 富邦旗下三家频道代理商 大响优势耗鸣 从七月开始多次要求全国数位下架二十三个频道 但因NCC考量 防疫期间不得断讯才面于这次危机 富邦动作之大 外界盛传全国数位股权收购案 此举破坏了富邦的收购计划 引爆战火 但全国数位可不是正闷亏 硬起来反击 指出泛富邦影响优先电视频道 授权市场供需的市场功能 违反公平交易法第十五条 泛富邦联合指挥旗下三家公司 打击全国数位 却反指示全国位移行政户数百分之十五 支付一百零七和一零八拟度的授权费 在为复兴之前就底断讯 而全国被迫只能向公平会提出检举 有限天视之战风火连天 面对贴罐手段 全国数位搬出法条正面迎击 就看谁站得住脚 记得报道